两主玉器加工工艺 如果必须用一种器物代表两主文化 则非玉器莫属 两主时期玉器的品质和数量 种类和组合 形质和文样 是拥有者地位和权力的标志 是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体现 也是社会观念和信仰的载体 两主玉器的崇高地位 源于它的珍贵性 难得的原料 费时的工序和高技术的加工工艺 共同奠定了两主玉文化的物质基础 两主之前的松泽时期 制玉技术就已相当发达 但是这一时期玉器制作 以平雕工艺为主 多制作一些扁片状的玉器 两主时期工艺进一步发展 不仅能够制作玉壁等大型扁片型玉器 还能制作玉丛等具有一定体量的 筑体型玉器 两主玉器加工工艺非常复杂 一般都要经过粗批 长形 打磨 刻纹 抛光等加工工序 这其中 切割和钻孔工艺运用最为广泛 它们不仅用于玉器的塑形 同时也是玉器刻纹的手段之一 两主时期 预料切割主要有片切割和线切割两种方式 片切割是利用片状工具 粘上石英纱来回摩擦切割预料 常常在预料表面留下平直的切痕 种种证据表明 两主时期的片切割工艺 切割深度有限 可能与切割使用的竹木等柔性材料有关 片切割 常用于加工扁损 以及细长的柱状劈体 打磨成长圆柱体或方柱体后 在加工长预锥形器 两主神灰神鸟图案中的浅浮雕文式 是切割操作后不断打磨剪地形成的 而两主玉器上的细线刻纹 则是尖利的碎石刻刀在玉器表面 以极小接触面刻画的结果 有时一毫米区域内就有 五至六条细细的互不重叠的课文 《工艺之经》令人叹为观止 线切割是用绳索、金条 沾上解玉纱来回摩擦切割预料 常常在预料切割面上留下弧形的切痕 线切割是两主玉器加工中主要的切割成型方法 在玉器表面钻上通透的小孔 利用线切割技术沿小孔向外切割 可以在玉器上切割出镂空的区域 这一工艺称为线搜 一些两主玉器表面镂空的文式 就是线搜工艺加工的产物 很多两主玉器上都有或大或小的圆形穿孔 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以管钻方式加工形成的 钻孔是一项伟大的工艺发明 它使器物具有了更多的组合使用方式 管钻工艺下 在管状工具一端沾上解玉纱 抵住粗批的钻孔面 不断旋转钻距 直至形成圆形的钻孔 钻孔时随着深度增加阻力变大 从玉器的另一面对钻会更加省力 不过两面对钻时有时没有精确定位 常常留下错位的痕迹 在这件玉钻心上就能看到 两面对钻时因为中心对位偏差而形成的错阶痕 管钻的工具有大有小 钻孔的深度可深可浅 利用很细的管钻工具 可在玉器表面形成既小又浅的圆形钻痕 玉从表面神人授面文中的大眼圈文和小眼圈文就是管钻刻文的结果 以材质论 玉器也是一种石器 但是 玉器是以解玉纱为介质 间接研磨的结果 与击打成型 力士研磨的石器加工相比 制造工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玉器不是生产工具 只是拥有者从事礼仪活动的道具 但是 它的出现 却是史前时代 硬质材料加工的一次革命 因此 有学者认为 中国历史上 应该有一个玉器时代 如果在中国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 还存在着玉器时代的话 两种玉器加工工艺 无疑就是玉器时代最高工艺技术的代表